頭子一粒骰子一次 是以觀察出現的點數 寫出1所有基本事件 所有基本事件的話 1點 2點 3點 4點 5點 6點 第二小題 出現點數小於6且大於等於1的事件 那就是所有的事件 2 5 5 3 4 5 6 13小題 出現點數為8的事件 不可能出現點數為8 所以是空集合